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威龍 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 正是影響著我們 今早早上我們亦有幾陣的雨 強烈季後風訊號亦正在生效 先看看外面的天氣情況 朝來為廣望出去見到 天空被一層雲覆蓋著 亦有幾陣的雨 大範圍衛星雲圖顯示 一度雲帶正是覆蓋著廣東 以及南海北部 雷達圖像裏面見到 跟它相關的雨區 今早早一直都影響到我們 至於氣溫方面 7時多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 普遍介乎在14至15度之間 都頗為平均下格 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預計會是多雲 有幾陣雨 天氣清涼 最高氣溫大概是17度 風方面是吹清淨至強風程度的東風 接下來的天氣會有明顯的變化 大家要注意了 我們預計一度冷風會在星期六早上 橫過廣東沿岸 到時候我們的天氣會顯著地轉冷 而受到相關的強烈冬季季後風影響 寒冷的天氣會一直持續到下星期的中期 除此之外 我們預計在星期六至下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會有明顯的降雨 在顯著降雨概率預報看得到 由星期六到下星期一 概率都是屬於高 即是表示平均錄到10毫米或以上的雨量的機會 達到七成或以上 所以我們展望 在未來的幾天風勢會頗大 星期六會顯著地轉冷 雨勢也會較大 而到星期日星期一也會持續地有雨 氣溫會降到10度左右 由星期六至下星期一 我們的天氣會是又濕又冷又大風 所以大家要注意天氣的變化 亦不妨提提提身邊的老人家 請他們小心身體 今次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再見